開始 希望每一天每一次做節目都跟大家說身體健康 因為這件事我相信現在是全球人類 第一件事 我覺得 希望 希望得到 會不會是呢 但如果你看回之前兩個星期 香港人四出去吃飯 出去娛樂 感悶嘛 對呀 有時也會悶的 現在也有喝酒 人性 也有喝酒 喝酒我覺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昨天7-7的女人出來說什麼 她說喝酒會令人有一點 親密行為會鬆懈 她只知道喝酒就有親密行為 但她不知道酒精是殺菌 其實她是不知道的 我覺得很多人說的 其實她是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 沒錯 可能她上次喝完酒 會不會是這樣 很多年前吧 可能是50年前 我們嘗試解構一下 通常你說一件事 當然是因為我自己試過 於是我就說不要 我告訴她喝酒是亂性的 是 借醉行空 親密行為 她是否沒試過 經常聽別人這樣說 都可能 都可能 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大家喝酒的目的 在什麼場合來喝酒 你們也有 其實我也喝的 我最近 少了 不是 多了 最近多了回到家就喝兩罐 那你這罐是可以的 但她的定義 她不是經常有親密行為嗎 有也很正常 有也很正常 關於喝酒和親密行為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她的 她的別說 她的白痴 她的白痴 別說 喝酒對親密 人家考第一 你經常說人家八 讀書和這些社交的東西沒有關係 其實我覺得她很大 她搞得很多人根本是 不要讀書考第一 要不然就像777 會傻的 會傻的 對 即是很壞的 role model 那你剛才想說什麼 喝酒 其實大家應該說 會否促進親密 首先這樣說 喝酒的目的是什麼 我當社交 譬如有些人叫品酒會 有些人嘗試酒的 品酒是為了嘗試酒的什麼味道 那你可否看到有人在品酒會 之後會攬頭攬頸 不會的 有些是flirt的 那些社交是品酒的 那些社交你吃過龍等 你都會攬頭攬頸 借著品酒 但其實是flirt的 我很少去品酒 品辰也沒有 我很少參加品酒 但如果喝酒的目的就消閒 但消閒是兩種 剛才你說的比較好 因為你自己的家庭 最多是跟家人互相 如果要出現你入禁 就要自己的家人 但他所說的就是社交場合 即是你出去酒吧 蘭桂坊 諸如處女 一巴掌喝酒 聊天 脫口罩 兩種 你家裡多喝多 我家裡純粹喝一罐 看劇 喝一罐仔 喝酒有些人 舉個例子 如果你說做運動的人 我們跑完山菜 我們喝多一點酒 是想排水 那為何你不喝水 因為我們的乳酸會積住 如果喝啤酒 我們通常做完運動 砍一瓶大啤 是嗎 做運動的人都有些原因 為何不喝水 我不明白 因為排水 即是利料 即是水沒有那麼好 水你就喝水 啤酒你可以利料 然後排水出來 不用水腫 但我想問老師 因為我老婆經常罵我 還喝啤酒 你的肚子比水泡大 那你運動是想slim 你再對啤酒 會不會有互相抵抗 喝啤酒 喝啤酒 絕對不會有肚腩 是喝啤酒 吃東西才會有肚腩 我先錄下 對嗎 真的嗎 現在很簡單 為何喝啤酒的人肥 就是喝完啤酒 你會有肌餓感 你有沒有試過喝完啤酒 第二天想吃東西多些 不是 喝完啤酒 我感覺不想吃東西 你喝的時候不想吃東西 第二天有沒有想吃東西多些 現在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師叔呢 我又不是醫生 我喝啤酒時多數是吃好東西 我當時吃很多東西 第二天就不常覺 因為你的舌頭有點鼻鼻 味蕾的刺激感沒有那麼高 吃一些重味的食物 重鹽 也是 魷魚絲 薯片 咖喱 那些 那些食物是令你肥 喝啤酒是不會肥的 是嗎 我只知道火鍋加啤酒 是上街的選擇 沒錯 如果你吃火鍋即是打啤酒 沒有啤酒 好像很周身不聚財 現在可以打啤酒 不能喝啤酒 七七七 你可以喝 你不可以在街上喝 你不能在街上喝 你不能在街上喝 你不想他喝 他現在在漆仔門口喝 你又吹得去醬嗎 如果你酒吧不可以買酒 那些人都會被人 但他個人 他是酒吧就不要賣酒 但他又不是叫你像歐洲那些人 而是關掉 他又不是 他又說你這間酒吧就照開 不如不要賣酒 買汽水果汁 買汽水 牛奶 這樣 如果你讓他這樣得拯 然後就到骨牆了 骨牆就照開 骨牆就不准打彎 去做什麼呢 再修禮 去聊天 去聊天 還要保持兩米 或者叫那個技師拿粥 兩米外 扮你 你一步步引伸下去 每一步都要開 那時候是交場 你不開 那經濟會停頓 那業主的租要找誰交呢 所以你一定要開 政府搞 政府搞 你現在這個政府有沒有一個威權 好像英國 人家歐洲那些 我現在就是兩星期 我幫你交租 禁足令 兩個人的聚會都不行 你這個政府做不做到 做不到 他根本都沒有想過做 他最過癮就是 如果再這樣下去 如果這個疫情 一年半載 你很過癮 全香港的事情 去酒吧 無酒 無酒 去骨牆 沒有骨獨 但還是開 然後去 酒家沒有飯吃 外賣 其實這件事 你說的 去那樣 就沒有那樣 是有理由的 因為現在他說 如果將來去到好像英國 不能兩個人以上聚集 骨牆 我不是經常去 但我聽聞 有個地方 超過兩個人 如果不可以 兩人以上聚集 那便不可以 你一開就要入房 你不可以浸遲 但最奇特是他要你開 你明明那個精髓 你不開就整個變成死城 那便不可以 你現在中國也復工復產 那你就要第三步 第三步 假設不關酒精事 不關酒精事 換句話說 是聚集的問題 你餐廳要營運 你酒吧要營運 你酒樓要營運 你酒樓要營運 就是聚集的問題 那是社交的距離 但他不是針對那樣 我想多些了解他 但我不明白 為什麼在酒吧喝汽水 便不會感染 不會 他告訴我們 你喝汽水便沒有親密關係 我猜 是不是這樣 我猜 喝奶便會 喝奶便會 拿來 我不知道他喜歡拿著一杯酒 跟別人聊天 我猜拿著汽水 聊不到那麼久 而且你拿著汽水太清醒 你不會口味黃飛 但喝酒 就不會親密不到 你不覺得很興奮 喝了少許酒 聊得特別興奮 但你拿著汽水 聊了兩句話便會走 回家 而且酒吧的氣氛 不,蘭桂坊是這樣 你是站在一間酒吧 我站在旁邊的酒吧 大家拿著汽水 都喊 都是這個方法 都喊 怎樣 這樣 酒吧的氣氛 都是帶來燈 這樣更熱鬧 這樣更熱鬧 如果不是 我想說 其實大家是用酒精來做什麼 例如談生意 兩杯落肚好像很傾 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代不代表親密 究竟放鬆是否與親密相關 我也是覺得他自己一廂情願 他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不用怕 市面上究竟有多少人 用酒精一點的一件事 喝酒而對對方 或者任何人親密 喝酒才可以親密 究竟大家現在還沒用 當然我們都是抹殺的 透過喝酒而親密的概念 譬如Fancess 他膽小 他偷女兒 不行 我要兩杯落肚 才敢說那句話 這些不可以抹殺 其他大人究竟你去酒吧 是喝完酒才想親密 還是你想親密去酒吧 還是喝了酒就一定會親密 就算泰哥和通哥喝完酒也會親密 是否這樣 泰哥和通哥 你猜去南冠坊 放鬆兩杯就會親密到嗎 親密不到的 真的嗎 不是這樣說 有一班想我去老懶 放鬆兩杯 你有什麼霸話 泰哥和通哥 純粹有些女兒 喝完酒眼睛睛 經常都說 以前師叔去公館的夜場 通常都是 是嗎 我聽別人說 我聽別人說 我也聽別人說 他沒有喝酒 你沒有說過給別人聽嗎 他夜場嗎 沒有 嫂子不知道有夜場 他沒有喝酒 你不要騙他 你說那些夜間都開的圖書館 那些圖書館 我承認 通常帶朋友去 清清清清 還沒開酒的時候 人們坐在那裡 選不到 女兒不漂亮 你自己說 我沒有 我沒有問你 我沒有問你 選不到 你還需要酒精 那時候就需要酒精 喝幾杯 那個人眼睛睛 看東西化開的時候 見到七七七都是 都是美女 隨便 其實不是 除了你喝 鄭若驊 很漂亮 這樣就要靠酒精 鄭若驊 很漂亮 你就要靠酒精 還有方法 調暗一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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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黃黃的 調暗一點燈 還可以親密 還有方法 黑暴蒙頭 最後階段 最後階段 是吧 我覺得酒精 關不關乎那個親密行為 大家想想 沒錯 但現在正在進行 酒吧業家都吵了 另外這幾天 尤其是昨天收到 風傳那個一男一女 看起來像爸爸帶著女兒 在石門有一間 吃日本東西 被人拍著 你幹嘛走出來 帶著手帶 的確這兩天 我想大家都會提高一點警覺 留意一下 有沒有帶著手帶到處走 有篤灰熱線 真的似乎不是很對 算不算篤灰 但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提醒一下他 你不要這樣 你害人 我可以為你講兩句 可以 我覺得他對這對婦女 當然不對 但之前這幾個星期 又有多少不用帶手帶 那些又出來了 那些我們適應不到他 其實他不是 甚至 他只是少少無辜 他也是跟帶隊 甚至有些更差 有些更差 有些拿著其他 有些拿著其他 有些拿著手帶 又被人捉了 有些拿著手帶 原來又不是 是 如果你在醫院 現在好像探免你熱 就要跟你帶著手帶 是 那天有個伯伯就是這樣 我覺得現在的餐館 之前評級會說他不應該寫著 說普通話不招待 現在又可以另外一條 寫著戴手帶 那算不算是歧視 戴手帶 不算 因為戴手帶 你不應該出來吃東西 所以戴手帶不招待 我想評級會也無法理會 沒錯 但你對其他食客 就多了一層保護 現在可能進去 幾位 兩位 看一隻手 但你現在故意帶著手帶出去 哪有這麼差勁 黑人 安全很多 那些社會測試 你感染不了 我告訴你 七叔 又七七七 你沒想著安全真的吐你 你沒想著找一條帶去試 我那天在銀行 肯定沒有親密接觸 我那天在銀行排很久 我後面的男人 真的有個大肚腩 男人越排越粗 然後就專程 沒有人有反應 沒有人彈開 基本上 第一 你聽得出的 專程卡 那怎麼辦 是排隊的 難道大家說 那你先吧 那不會 可能這些方法 越來越多走出來 你解決到很多 平時解決 譬如你 你一點鐘去茶餐廳 一定要 一個人 一個人 搭過去那裡 那裡有三個 現在還鬥膽搭桌 那你現在坐上去 咳咳咳咳 坐上去 吃飯的 有啊 還是 搭桌是一張四人桌 但我們兩個 明白嗎 不是很近 以前茶餐廳 四人桌坐六個 逼點逼點又坐 逼點逼點又坐 這樣 我恐懼症 現在恐懼症 我去過食肆那裡 我還沒進去之前 我就觀察一下 究竟上廚餐廳 那班人 有沒有戴口罩 我想會戴 是吧 我有兩檔 我本來那天 我還沒這些 我沒這些 那些樓面 都戴了口罩 收穩 我來遠看 看到那些 收穩都戴了口罩 蛤 在那個小小的廚房 在那個遞送出來的位置 就看到他沒戴口罩 那兩件師傅 沒有戴口罩 嘻嘻 含含滴汗 又成了 立即戴口罩 你都很小心 因為樓面 當然是去面那些 接觸到很多客人 廚房師傅 可能有幾個原因 裡面很熱 是很熱的 第二就是 沒有人看多 不要打 但問題是 你煮東西給那班人 即是給食客 你不帶就不是吧 你相信 但我想熱真的是一個問題 我那天都想 最近這幾天都熱了 我心想 開始打口罩辛苦了 你有沒有這個感覺 有少許 昨晚 之前一個月都還可以 現在打口罩 如果陽光低下 你站一會兒 你覺得很慘 走路也辛苦 其實這幾天很辛苦 接著 月天來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是呀 月天來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已經不斷流汗 就放在那個盒面那裡 所以那些女性經常說 你們是舒服 你不知道我們其實很辛苦 熱天啊 是呀 又不可以不戴 對 如果我看到有些戴上癮 戴上癮 對呀 我有少少戴上癮 我不是說口罩 我知道我知道 口罩 不是 說到 說到辛苦 我說什麼辛苦 我看了蘋果 有訪問 四個在英國還是美國 即是英國還是美國 也有 回來香港避疫的學生 我女兒明晚 我不知道你給了多少的保護衣 什麼眼罩 什麼 你在何坑幫我搞定 我那天 其中一個學生 他怎麼說 不小 都是青年人 他說 他一上機 就不會離開那個位 不會吃東西 那怎麼辦 廁所不會去 大概十幾個小時 十一、二個小時 厲害 壓片 哎呀 喂呀 喂呀 他是這樣說 我就想好東西 這樣不是很誇張 你真是很厲害 廁所 我忍 這個好體驗 因為據稱 當然我又問我們本台的 空中服務那些 他們就搭到好像沒有搭 都要解構一下 究竟飛機有沒有高危的位置 廁所 總管現在網上 一定是廁所 人們說廁所是很恐怖的 所以不應該去廁所 但是你十幾個小時 你一定會急 一定會急 我當你不會大 少都會吧 他已經說他不會吃東西 不會喝 不會吃東西 完全沒有進入 完全 但是他之前 上機前也有些東西吃過喝過 但他還要拍片 還要拍片 還要拍片 我連廁所都不去 總之坐在那裡 包到自己 好像董太 在那裡念經也好 你自問行不行 在那裡念經也好 我真的想過 我可能也不行 我也不行 我一定要去廁所 我未試過拍片的感覺 Michael你剛剛說完 喂 男士可能又好一點 在地面上也更好 女士男士 你站在那裡 你接觸的面少了 不是啊 你進去摸一些門 你戴著手套 你戴著手套 你可能再戴手套 但我都不會 我想我都不會忍得可以押片 我都要去一點 但我都會去 但是這樣 最重要的點是 他發覺 旁邊的鬼佬 連口罩都沒有 這就是文化不同 你就好像董太太那些 廁所都不去 押片 旁邊的鬼佬 罩都沒有 就像自然人一樣 平時坐在那裡 好像兩個星球 一個就坐在那裡 你們整個機器都幫我戴了 對 對 他反而感覺更安全 近日都在那裡聊 究竟為什麼外國人 會繼續堅持不戴口罩 原來他們還有一個心態 就是在外國的地方 可能大家互相信任的基礎很高 他們還有一個想法 是 你生病就不會出街 所以出街的人是不會生病的 生病了那個自己不知道自己生病了 還有家庭聚會 我有些朋友在德國就是這樣 我妹妹那邊也是 她的兒子是貴兒子 她的兒子就是她老公 她的兒子 她的兒子 整個家人還在說聚會 她是一個亞洲人 天天看到她很累 她不斷勸她們 不要啦你們 還有是這樣 一個星期前 已經試過一次聚會 某個朋友生日 當然也不戴口罩 她拍照給我看 不戴口罩 那晚拍完照給我看 一兩天 她再給我照片 就圈著兩個人 做什麼 確診了 但仍未害怕 很低度 那她在座一起 她自己害怕到哭 沒有 她問過了 她的兒子 她的兒子又不覺得有什麼事 她的兒子 我跟她聊過 她說 她是荷蘭仔 她說 平時吃大麻 遲早都中了 對 說大麻 她說 關了餐廳 支持你 他們在那邊吵 然後 政府聽到他們的聲音 開了一些大麻的餐廳 是呀 排隊 我妹妹在那裡 天天好像發瘋 神經病 這不是文化不同嗎 你衝擊不到那一部文化 她的老公說 遲早就中了 戴不戴到 輪著來 這樣 你不說 他們只會死人 在他們腦裡 覺得跟普通感冒 重一點 睡幾天 他們是否這樣想 他們其中一件事 就是看著那些足球員 你知道荷蘭人看球 還有看著那些 駕駛級方程式 那些 他就說 不是呀 你看人家那些運動員 中原 他拍片出來很開心 是呀 我中了 我現在在家 我現在在家 終於去打遊戲了 那些人很開心 那些人 那些事 那些事 好像中了冇 那樣 感冒 譬如湯奈斯 即是救命 湯奈斯兩夫妻中 現在她太太出院了 誰呀 湯奈斯 她太太出院了嗎 不知道 因為她自己出院 多得都數不完 跟不上 有些模特兒 就告訴你 她中了 接著就拍片 就在醫院 一個都白 現在就在隔離 為什麼不看 那條英國的女人 咳到趴街 說自己的呼吸 好像有玻璃 咳著肺 為什麼不看那條片 是呀 究竟現在他們 自己接收哪些片 台灣也是 選擇性 有些年輕人三十多歲 他們還是很怕 說回 之前我們都一起開心 例如聚會 三十歲後 打算新葬來見 那些年輕人厲害 他們現在陸續續 都散了一些片 有一個確診了 我進到醫院 頭兩天都沒什麼特別 都是呼吸正常 被隔離 然後原來 他們寫那七天日程 到第三天的時候 就開始 他們的訊息 出現的情況 就是呼吸不到氣 開始交下說話 我兒子 我買了一份保險 開始寫遺囑 類似遺囑 第一、第二天沒事 很輕鬆 大家談過 第三天開始寫遺囑 第四天已經開始匯報 我現在要用呼吸機 我每一下呼吸都好像潛到水底 呼吸辛苦的程度 第五天就嚴重了 大家開始有聚會出來的朋友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是辛苦到這樣的 影片又有這樣的分享 但又有剛才說 拖晃師 我現在出院了 我沒事了 我還跑步 那你就會掉以輕鬆 看看大家接收什麼 快點吧 快點吧